龙兴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 两句话 第一句话 CPU刚从性能上来说 我们在半空了 什么要在半空呢 假设国外的主流产品在天玩版了 那国外的主流产品PC服务器 我们做通用型的 它每一代性能提高一点点 基本上到头了 我们在半空了 再有下一代 我们大概比进天玩版 性能就这样了 第二句话 就我们只要自己跟自己 进行软件磨合 我们以用户体验为中心 完全可以在用户体验上 超过国外系统 一个例子就是 我们某个大型的数据库系统 原来用惠普的X86服务器 处理完好大的数据 几个T的数据 需要50分钟 然后在龙兴上一牵过来 我们通过垂直的磨合和优化 我们干到了80秒 谁都快 判断技术是否先进的标准 不是看它跟美国人跟的紧不紧 而是看它跟应用结合的紧不紧 就像打江山一样的 谁对这个三勾手 谁就能赢 还真是不是看谁的武器装备先进 你叫方法得当 那么做了这么多年 龙兴已经有点提起 给大家几个数字 一个用龙兴的芯片的各种客户 有500多家 直接每天都在用 我们通过卖CPU我们能盈利 世界上盈利的CPU企业不独 第二 龙兴下游客户中居龙兴的CPU 做软件研发 做应用研发 做硬件研发的人 已经有几万人 那么有个小生态了 当然还很小 要做个自己的体系 来支撑产业发展 这条路当然是很难走的 就像我们路上 有很多沼泽沙漠 有柴兰虎豹 有水岸草地 但是这条路走通之后 前途最光明 这条路走通之后 对国家和人民的好处最大 这是这样一条 那么现在看来 我觉得这条路走得通了 那么我现在干了龙兴17年 再干13年 30年时候 我估计我们应该看到 一个生态 建立发展自主的CPU产业 建立自主可控的 信仪产业体系 是国家安全的需要 也是产业发展的需要 而且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能力 再也不用怀疑我们能不能做成这件事了 习主席要求我们撸着袖子加油干 但还要求我们一张蓝图会到底 我把它翻译成就是 撸着袖子加油干 加上卖着信使坚持干 感谢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